中国最新的疫情公告 3月26号一共新增1217例本土确诊 和4333例无症状感染者 总计5550例本土 之前重灾区都还在北方吉林 如今已经扩散到中国最大的城市 上海 从26号开始 上海对重点区域开展核酸筛查 在非重点区域开展抗原检测 其中对重点区域实施全域严格封控管理 依照统计数据显示 上海3月26号新增2678例本土病患 几乎是全国的一半 然而之前上海官方一度强调 不会进行封城 没想到就在27号晚间 闪电宣布28号开始将会分区分批封城 3月28到4月1号 由浦东浦南和附近区域率先进行 4月1号之后改由浦西地区 直到4月5号 封锁区域内所有居民不得出门 人员和车辆只进不出 所有企业进行居家办公 公车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 一律暂停 并进行新一轮核酸筛查 由于上海地区早在16号到20号 就进行过重点区域的核酸检测 号称检测过1400多万人次 但全上海人口高达2600多万 同时过去一个礼拜 累计确诊人数快要破万 面对疫情再度反扑 中国官方显然是不敢大意 三点新闻 中考报道